宣布乌东四个地区进入戒严 指派总理成立特别协调会加快军备调度 拖着行李大发市坐船超过五万人紧急撤离贺松 19号短短一天内 俄军动作不断 乌东狼烟再起 隔空喊话乌东居民快离开 俄军连续好几天派出伊朗自杀五人机轰炸基辅 短短24小时再度摧毁当地三座南园设施 导致乌克兰首度全国限电 但就怕这一切只是大战前奏 古丽乌东收紧边界管制 有力加快军力部署 普丁加速推进特殊军事行动 外界担忧可能诉诸核武 而背后恐怕还有中方施压 俄武战事让中国两面不适人 暗中帮忙向俄罗斯出口晶片 故障率却高达百分之四十 遭二媒批评严重影响战事 普丁最后的困兽之斗核战阴霾再度降临 战事扩大几乎已成定局 西方国家高度警戒 三里新闻缓宣报道